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在這一節我們一起去看看兩宗國際消息 第一宗消息 加拿大駐港澳總領事南傑瑞在接受訪問時聲稱 曾經宣誓的公務員是不會影響他們申請移民去加拿大 至於第二宗消息 就是白宮副發言人達洛克捲入了一宗恐嚇記者醜聞 本來他就是被懲罰說要停職七天 現在就在一片的罵聲當中辭職 成為了拜登上任之後的第一滴血 在說下去之前首先要呼籲各位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先看看加拿大駐港澳總領事南傑瑞那篇專訪 是由《立場新聞》做的 在這篇專訪當中就有兩個重點都值得大家去留意 第一個記者就問到南傑瑞總領事 特區政府在上個月開始就要求公務員要宣誓效忠 令到吳小勇有雙重國籍的公務員 都擔心他們的外籍身份會不會構成影響 南傑瑞總領事就提到了 說加拿大對於雙重國籍這件事是沒有問題的 而當中也會涉及到這個人對於其他國家的責任 對此加拿大就沒有任何的意見 假如那些曾經宣誓效忠的公務員 日後是有意移民加拿大的話 也不會有所影響 既然總領事都這樣說的時候 其實也是代表加拿大政府的官方立場 當然這一宗消息傳開以後 在網上引來了一片的控洞 很多人認為 那些曾經宣誓的人 去申請移民加拿大竟然沒有影響 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但是我自己就覺得 很多公務員來說 他們本身只不過是民職工作打份工 在17萬的公務員團隊裡面 其實大部分都沒有從事過或者參與過影響人權的事 如果純粹說 有些公務員 他們曾經做過這些宣誓 完全一刀切不准他們申請移民去加拿大的話 我認為那個後續問題更加之大 當然現在絕大部分香港人 都不需要面對著這個宣誓的抉擇 因為17萬公務員要 香港有750萬人 即是說起碼有730萬人以上就不需要宣誓 但是我覺得目光都要放遠一點才行 我經常都說 現在17萬公務員要宣誓 肯定就不是局限於這17萬人 大家知道這個宣誓就是會不斷推展開去 政府都放了一封聲 官員都放了一封聲 就說公職人員的定義應該是怎樣呢 過年之後 這個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就準備要提交一個修例 就說連區議員都應該納入這個宣誓範圍 這條條例就過硬了 即是說遲些區議員都要宣誓 大家知道區議員現在是以黃絲區議員為主 我不知道他們對於宣誓的取態是怎樣 萬一他們認為 為了服務這個社群 為了繼續爭取他們的資源是應該要宣誓的 萬一連這些曾經宣誓的黃絲區議員都不能申請移民的話 整件事就變得很荒誕 遲些這個宣誓範圍又會納入其他公種 比如說 醫管局下的醫護人員和文職人員 又或者官校、進校、中、小學的教職員 又或者是接受政府資助的社工 這幾個專業公種其實都是以黃絲為主 肯定很多人為了補助這份工作就要被迫宣誓 如果因為純粹這個宣誓 而剝奪了移民的權利的話 我覺得這個問題更大 反而加拿大作為一個主權國家 他在審批移民的時候 擁有絕對的權利 當大家申請這些移民簽證的時候 就一定要申報一些事情 比如說曾經做過 政府裡面的職位 或者曾經參軍 曾經做過一些紀律部隊 都要申報的 哪一個國家都是 所以 到時加拿大就會在不同的地方把關 反而不是曾經宣誓過勢 都不能申請 如果這樣一刀切的時候 遲早半個香港以上都不用申請 所以我覺得多少都要付出同理心 現在說17萬公務員 但這肯定只是一個起點 這個宣誓範圍會擴大 大家都預料得到 所以難保他招 自己也不知道會不會 墮入被迫宣誓的情況下 現在你去向那班 宣誓的人落井下石都很無謂 當然 每一個政府 在審批的時候 肯定都會檢視一下 到底這個申請人 他有沒有干犯過一些 損害人權的事 我想每一個國家都會這樣去看 而且還會看 究竟這個人在過去幾年 擔任什麼職位 其實人家已經是會一清二楚 也不能門報 門報是犯罪行為 從這些資料 大概已經可以了解到 究竟這個人在過去 有沒有機會曾經 參與 或者是乾犯了一些 損害人權的行為 所以面對著 南傑瑞總領事這番說話 我覺得就應該用一個更加寬容的態度來去面對 因為遲早很多香港人都會面臨著要宣誓這個處境 只不過現在那條紅線就沒有殺到其他工種 如果在這個時候 跑去向公務員落井下石 說他活該死 難保他招自己也要硬吃這些說話 至於這篇專訪裏面第二個重點是什麼 南傑瑞總領事就強調 年輕的香港人 如果是因為參與政治活動而被控告的話 就不會因此而失去了移民加拿大的機會 因為他們就不希望有些人因為參與示威 或者是違反國安法而被控告 就誤以為自己因此而被取消了資格移民 在加拿大參與政治活動就不是一項罪名 起碼確保得到 那些抗爭者不會因為 他本身的抗爭行為而被控告定了罪 就申請不到移民去加拿大 對抗爭者來說也是一項好消息 接著我們就看看另一件資料 白宮副發言人 達克洛 因為捲入了一宗恐嚇記者的醜聞而被迫辭職 事源是怎樣 這位達克洛 傳出了跟Exeox新聞網站的女記者發展地下情 另外一個新聞網站叫做Political 他們的女記者就去問達克洛 究竟有沒有發生這樣的事 問長問短 達克洛就扯火了 竟然向這名女記者 作出一些牽涉到性別歧視和蝕俱的威脅 而且他還揚言 說要做低你 結果 在前日的時候 被白宮要求他無身停職7天 作為一個懲罰 當然判得這麼輕的時候 美國政界 尤其是共和黨人 當然是一片嘩然 你干犯這麼嚴重的行為 作為白宮副發言人去恐嚇記者說會做低你 有沒有搞錯 這些人應該去炒友才是 所以整班人就插著他 這件事再發敲下去的時候 現在這個達克洛 最後就是要被迫辭職 就沒得做了 成為了拜登上任一個月之後的第一滴血 這個達克洛其實有什麼來頭呢 他何德何能可以擔任這個白宮副發言人的職位呢 品德差到這樣 原來這個達克洛 在競選期間的時候 就曾經為拜登擔任一些服務 即是說是拜登的親信 根本上你拜登就是搞政治分封 政治酬庸 你都不是用人為財 你只不過是用人為親 那就不怪得出這些人出來 而且先頭還說他只不過是停職一個星期 現在就受於壓力的底下 就說叫他辭職 那肯定他就是心不甘情不願 因為你剛剛把椅子都還沒坐熱 上任一個月 就已經說要辭職了 豈不是前功盡禧 所以其實這件事本身他就不想走 外面罵得太大才說要被迫辭職 也都證明得到 拜登在這個壓力底下 他就連自己的親信都是補不到的 所以也都解釋得到 為什麼在參議院的彈劾案裏面 只有七件共和黨參議員做叛徒 因為他叛徒也沒用 他只會使得自己的政治前途賠了上去 你能夠提供得到什麼給他 拜登根本上自己的下屬也補不到 有些曾經撐過你的人 比如說BLM的首領 你又不分封他的 當那些政客計過度過之後 發現得到 賭歌的成本是大過賭歌的得益 他自然就理你都傻了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